这一直下坡要下到72拐 所以我现在变成手动模式 在三档不超过60 现在下坡都60 不过这个坡还不算陡 如果太陡的坡的话 一般就40 这是72拐 洗手间 来了 打个卡 半年 我们去72拐打卡好吗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不过有点冷 半年想不想跟我一起去 算了 你还是在车上 我自己去 72拐 我来打个卡 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这上面全部写的字你看 每一个每一个都是 全是 其实这个拐还好了 很大 不是很多吉万 打卡成功 现在回去了 接着出发 现在一直在下72拐 开的手动模式 开的二档 最快下的40 如果路稍微平一点 就开到三档 那样的话就可以下到60 从腊高山下来的 这样控诉在两档 就是不踩油门 不踩刹车 就让它下 因为它下不了多久 又一个急转弯 所以根本都没有必要去再加大油门 而且这个急转弯还超超级烂 烂的不行了 这种真心 就是这个 这种真心 大油门 可有一个 只有这种真心 很小的 但是这个 更高的 来看看 我们的真心 我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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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我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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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2馆相当于走完了 晕不晕啊 我记得这里是陆江的 现在在建设可能要修一个观景平台之类的 我记得去年我和阿龙还在这里吃西瓜了 现在就封闭了 不好玩了 还是之前好 其实恶果一下来就有西瓜吃 我还愿意好吃的 还想歇一会儿 连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了 只能走 只能一直往前走 往巴速方向 幸好我开车 如果我不开车的话 这么多拐来拐去 肯定早就吐了 现在沿着陆江走 陆江两边也是 容易怕落石 这个路也不是很宽 房车的话 有时候还要注意线高 好想吃东西 现在车停哪里 这一路都没什么停车的地方 实在是太饿了 准备要去煮点东西 希望这不会有落石头下来 停在陆江边上 给力给力 半斤你就在车上 我马上煮饭了 半斤 有你陪伴我一点都不害怕 如果我一个人停在这里 我还挺害怕的 现在有半斤 我觉得一点都不害怕 吃个方便面 再吃个粉条 在陆江边上 一路下来就好饿 我煮的粉丝 水开了 感觉今天有感觉今天有点饿 先多吃点 再煮个面 太饿了 狼腾浮咽了几口 现在太阳越来越大了 感觉有点热了 来 来喝个饮 喝个饮 没熄火 喝个饮 别滚下去了 这是陆江 哇 吓死人了 半斤你怎么那么兴奋 还有干什么 干什么 一会儿上不来了 要滚到江里去了 你这个傻蛋 一会儿上不来了 他应该不会被水冲走 来 跳 起来 这里来 过来合影 半斤 半斤过来 我们现在接着走 陆江大桥 这个库 天然长了一堆出来 然后里面还穿个隧道 陆江隧道 去年我们是走的隧道 今年新路 峡谷缝隙里面开车 这种感觉太刺激了 哇 这落石垮下来了 哇 这个好像要插顶了一样 啊 吓人吓人 只能往外面走 哇 这个也太刺激了 你看这个山 好像是从中间劈开了 一样 修一条路太不容易了 走这条路真的要看运气 一样好容易落石头的 刚刚就发现有石头掉下来 我觉得走这条路 一定要查一下天气预报 因为下雨的话 走这条路是很危险的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大晴天走这里 像我们今天运气的好 一直天晴 对了